花开花落自有时 缘去缘来总有因 大家好 欢迎收听《翠花的秘密》 前世 我是个恋爱脑 没有看清渣男的真面目 丈夫让我辞掉月薪五万的工作 回家给怀孕的婆婆和小姑子当保姆 我照做了 以为能得到老公全心全意的爱 没想到却是他变本加厉的背叛 和白月光初双入队 重活一世 我不再恋爱脑 不再为别人而活 拒绝破 做自媒体创业 当千万粉丝博主 轻松活出别样的精彩 晚上临睡前 丈夫刘琳突然告诉我 你干完这个月 你辞职回家照顾我妈和妹妹 他们再过几个月就要生了 我一点也不震惊 我婆婆五十岁还要生二胎 我不去 我平静地回道 什么 刘琳像是没见过我一样 为什么不去 那可是你妈和亲小姑子 我亲妹妹 我妈好不容易怀上二胎 我爸身体不好 不能熬夜 你为什么不能体谅一下 刘琳逐渐愤怒 我辞职 咱们那吃什么喝什么 你又不工作 咱们哪来的钱生活 一向软弱的我 我这时候声音也大了起来 你怎么知道我被裁了 刘琳有些心虚 呵呵 感谢老天爷吧 让我有重活仪式的机会 上仪式 她被裁员 但仍然每天背着包 去图书馆装作上班 然而这个时候 婆婆和小姑子同时怀孕 正是需要钱的时候 她却想让我辞掉月薪五万的工作 去伺候她妈和妹妹的月子 目的仅仅是想要婆婆手里的房子 我不肯 她就逼我离婚 亲手害死我的亲生儿子 那么这一事 我要把我失去的一样一样的都拿回来 大半夜的不睡觉 吵什么 这时候 婆婆突然敲门来到房间大声嚷嚷 妈 你怎么来了 我刚才还跟小柔说 让她辞职去照顾你呢 刘琳神态讨好 嗯 婆婆刘玉莲满意地点点头 小柔啊 你把工作辞了 专职在家照顾我和小敏 是啊 嫂子 反正你那份工作 也挣不了几个钱 还不如在家专门照顾我们呢 把我们伺候好了 我们给你发工资 接着就是她肆无忌惮的嘲笑声 呵呵 一个月五万 也叫挣不了几个钱 真是小刀拉屁股 开了眼了 一开始我的工作确实挣不了几个钱 但是随着公司业务的增大 我的工资逐渐上涨 一下就涨到了五万 当我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丈夫刘琳时 她竟然想让我辞职回家照顾她怀孕的老妈和亲妹妹 是啊 我那个工作确实挣不了几个钱 但是养你是足够了 也不知道你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种 我看你还是先给她找个名分好 省得让外人以为这是我们家流林的孩子呢 我婆婆家里有三套房子在收租 我那个小姑子就整天在家里啥也不干 每天不是和小混混谈恋爱 要么就是等着我下班端吃端喝 你 你什么意思 你说我肚子里的孩子没爹 刘敏气红了脸 谁对号入座就说谁呗 我怂怂间 一脸的无所谓 你闭嘴 刘琳瞪了我一眼 转头看向刘敏 没事 别跟你嫂子一般见识 刚才我们已经说好了 她明天就去提离职 专门在家照顾你 好的 那就谢谢哥了 刘敏甜甜地笑着 然后转回头鄙夷地看着我 某些人啊 要清楚自己的位置 不要妄想自己是这个家的主人 说完 掺着婆婆的手大摇大摆地走了 听见没有 明天就去提离职 不管你能挣多少钱 让你在家当包租婆还不行 不去明天我们就离婚 刘琳面色一冷 对我下最后通牒 呵呵 我以前做梦都想当包租婆 上一世的 我确实也这样做了 可换来的是什么呢 是所有的卫生都要我做 是大夏天 还要在大街上发传单 拉客人 是半夜还要到陌生的房客家里修水管 被人占便宜 还要被他嫌弃 第二天 我带着刘琳来到了民政局 你这是什么意思 带我来民政局干什么 刘琳疑惑道 当然是来离婚了 你不是想跟我离婚吗 洛芳柔 你搞什么幺蛾子 我什么时候要离婚了 废话少说 签字 我从包里拿出一份离婚协议 丢给他 你动真格的 刘琳睁大眼睛 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当然是动真格的 我早就想离婚了 还有我想知道 你脑子有多大坑 居然想让你老婆 放弃五万的高薪工作 来给你妹妹当保姆 我 我想 刘琳结巴了两下 一时说不出各所以然来 突然 她的电话突然响了 两分钟后 刘琳挂断电话 疯了似地坐进车里 开着车走了 我看着逐渐远去的车影 微微勾了勾嘴角 我当然知道她想干什么 叮铃铃 我的手机响起 看了来电显示 果断接了电话 下一秒 婆婆尖利的责骂声 从话筒里传出来 洛芳柔 你死哪去了 今天我和小敏去产检 你怎么还没来 还不快滚过来 挂断了电话 我打了出租 就来到了妇产医院 在彩超市等待的 大部分都是年轻孕妇 我婆婆一个四五十岁的大妈 挺着肚子 站在一群年轻孕妇中 甚是突出 我婆婆一看到我 就高声叫道 小贱人 这里 还不快滚过来 帮我和小敏排队 对 这下更突出了 周围等待的孕妇 哪里见过这阵掌 纷纷伸长脖子看热闹 但更多的好奇 我婆婆四五十岁 怎么怀上孩子的 我淡定地理了礼衣服 强装镇定地朝彩超市走过去 我倒想看看 我婆婆肚子里的小叔子长啥样 一个小时后 婆婆和小姑子的彩超结果都出来了 医生也是第一次见那么大的高龄产妇 特别叮嘱了半个小时 一定要卧床休息 听见没有 今天就去办离职 我们都要卧床休息 小姑子大声道 我掏了掏耳朵 我听见了 不用这么大声 这声音之洪亮 哪像是需要卧床休息啊 做完产检 我扶着婆婆往外走 眼神却飘向四周 我记得流林的白月光 好像也在这家医院生产 以前的我不知道 流林为什么一定要我辞职回家照顾婆婆 后来我才知道她 只是想照顾即将要生产的白月光 只是想让我代替她尽孝道 然后变成想打就打 想骂就骂的保姆 准确地说 我只是他们老刘家的保姆和生育工具而已 但是这一事 我要挺起腰板做人 我也不再做为爱疯狂的恋爱脑 而是选择做自己 拿回属于自己的大女主剧本 我的眼都快瞅瞎了 终于瞅见了流林这个渣男 此时的她正 小心翼翼地扶着另外一个长相可人的女人 最关键的是 这个女人的腹部高高隆起 她站在身边嘘寒问暖 那紧张的样子生怕她摔着碰着 我冷笑一声 正想走上前给这个渣男一巴掌 没想到却被婆婆强力拽住 看什么 我儿子马上就下班了 你还不赶紧回家给他做饭 啊 你那个宝贝儿子 此时正在小情人面前装深情呢 我不上去帮他一把 怎么凸显出大度呢 我用力拽开婆婆的手 飞速地来到流林的面前 使出浑身的力气 给了他一巴掌 流林被我打猛了 下意识大声叫唤 骆芳柔 你发什么疯 我发疯 我问你 你身边的人是谁 我才是你的正台妻子 我形象也不顾了 站在他面前 如同泼妇骂街 你 你想错了 他只是我的一个朋友而已 他老公今天有事 让我陪他做个产检 你别大提小做 流林心虚道 骆芳柔 你就是这样跟我儿子说话的 你也看看你现在的样子 跟一个泼妇有什么区别 婆婆中气十足地朝我大吼 就是就是 我哥哪里做得不好了 我哥娶了你 真是倒大霉了 流林嘴上嘲讽了几句 身子却下意识地往退 像个没事人一样冷眼看着 说我是泼妇 那我就让你看看 什么才是真正的泼妇骂街 这样想着 我一屁股就坐在地上开始干嚎 大家快来看看哪 我老公被裁了 天天在家靠我养着 我老婆婆还插一脚 都四五十岁的人了 还要学人家生二胎 现在居然还想让我辞掉五万的工作 来给他老妈和妹妹当保姆 大家快来看看哪 我这一嗓子不要紧 路过的一些病人也不看病了 纷纷都伸长了脑袋 想要看热闹 其中还有正义知识对着我婆婆指着点点 吃软饭的见过 吃软饭就吃软饭 还把锅砸得还真没见过 真是长见识了 是啊 我倒是挺好奇 她婆婆是怎么怀孕的 老棒生猪啊 这番话逗得在场的人哈哈大笑 婆婆的脸憋得通红 像个便秘的癞蛤蟆 我知道我婆婆这一生最看重的就是脸面了 刚才那些话简直就是把她的脸按在地上踩 她疯了一样朝我跑过来 大声尖叫道 洛芳柔 我跟你拼了 今天我不让我儿子跟你离婚 我就不姓方 那你跟我姓 跟我姓洛 我快速地从地上站起来 来到那个女人的背后 婆婆气得更狠了 血红着眼 伸出手眼看着就要 打到那个女人的脸上 刘琳突然大喊一声 都别闹了 吼完 她来到那个怀孕的女人面前 小声地安抚道 刚才我妈吓着你了吧 你放心 我妈平时不这样的 刘琳的这番话一出 直接坐实了她出轨的事实 哟 没想到今天来看病 还能见到一出正牌妻子抓小三的好戏 这次看病 真的是值了 不过真给我们男人丢人 这男人不仅妈宝 还是个出轨 估计还家暴的男人 是啊是啊 在场的人男同胞们纷纷附和 你 你 婆婆伸出手 在空中晃了晃 最后终于承受不住 晕了过去 妈 快打120 小姑子刘敏 此时也不装哑巴了 第一个上前装好人 你给我滚开 刚才我们被欺负的时候 你怎么不说话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是哑巴呢 刘琳一把将刘敏推向一边 没成想刘敏没站住 她一屁股坐到地上 身下马上就流出了一大片血 血 我流血了 说完 刘敏也晕了过去 我双手还胸 冷冷地看着这周围的一切 心中一阵畅快 刘敏你欠我的一条命 现在我终于拿回来了 上一世 我那个亲小姑子 居然倒举着我儿子的双腿 一下一下地 把头放进盛满水的水桶里 丝毫不管我儿子撕心裂肺的哭声 天知道我当时想杀人的心思都有了 也因为这样 我儿子大脑缺氧 在ICU里吸了整整十天的氧气 才从里面出来 但我儿子的智商却影响了一辈子 这让我怎么不恨 离婚 我必须要离婚 必须和那个恶毒的一家人撇亲关系 一阵慌乱之后 我抱着手 站在病房前 冷冷地看向里面所谓的亲人 婆婆半躺在床上 一边哭 一边恶毒地咒骂 我们老刘家上辈子是造了多大的孽呀 娶了你这个丧门星进门 名声没了 外孙也没了 你怎么不去死 我靠在门边 谁说你外孙没了 他肚子里不是还有一个吗 我抬头 看向琉璃身边的女人 婆婆立刻就停止了刚好 恶毒地瞪了我一眼 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 你给我闭嘴 然后转头看向琉璃 你给我记住 松松才是我的亲孙子 外面的女人生的孩子 都是野种 都是冲我们家的房子来的 松松是我儿子 我清楚地看见 琉璃身边的女人 瞬间白了脸 不得不说 我唯一佩服的就是 我婆婆看人的眼光 上一世 琉璃把女人带回家 也没有想着 把手里的房子全盘交出去 也只是让她收收钱 然后等小孩大了 去母留子 妈 你说什么呢 我和莉莉只是同事关系 并没有什么瓜葛 她肚子里的孩子并不是我的 琉璃睁着眼说瞎话 啪 我把提前准备好的离婚协议书 丢到她眼前 冷冷地道 签字 我可不想在这里看他们眼母辞子笑 洛芳柔 你搞什么幺蛾子 天天逼我离婚 我不就是陪一个女同事去产检吗 还有我让你辞职 是让你在家当包租婆 到月就收收钱 顺便照顾我婆婆和妹妹 你怎么这么不知足 你那是顺便让我照顾吗 你是想给你妈找一个免费 还认打认骂的保姆吧 反正我不管 今天这个字你签也得签 不签也得签 哥 你就签了吧 反正她一个人带着一个孩子 受苦的是她自己 咱家也不缺钱 孙子早晚都会再有的 刘敏脸色苍白 躺在病床上 还不忘指手画脚 我面无表情地来到她床前 抬手狠狠地给了她一巴掌 小贱人 老娘不发威 你当我是病猫是吧 你可别忘了 你现在正躺在床上 别想找揍 还有 我的工作谁说挣不着钱的 我一个月五万的工资 比你们所有人加起来还要高 哇哇哇 刘敏蒙着被子 痛苦地大叫 哥 你看看嫂子 她竟然敢打我 你要为我报仇啊 骆芳柔 你竟然敢打我妹妹 你还想不想过了 刘敏怒道 我今天还就告诉你了 我早就不想过了 赶紧地 把字签了 我也不耽误 你们夫妻双双把家还 都别闹了 还嫌不够丢人吗 是我公公 她大步走进来 先是给了刘敏一巴掌 不要脸的东西 这就带着外面的女人上门了 也不怕染上什么脏病 还有你 公公用手指着我 别以为你婆婆怀孕了 这个家就是你当家了 我还没死呢 要想你儿子好好的 就给我老实点 我疏然睁大了眼睛 她在用我儿子威胁我 你想怎么办 我拜下阵来 照顾你婆婆生产完 不许跟我儿子离婚 公公强硬道 我心下一沉 但是想到儿子的安全 我还是咬紧牙关 答应了下来 好 我答应你 但是我有两个条件 那就是 我必须跟你儿子分房睡 小姑子必须出去找工作 你都答应 我明天就去提离职 我可不想伺候两个巨婴 公公考虑了几分钟 很快也答应了 得到满意的回复 我第二天就去提了离职 虽然那份工作还不错 但是没多久 公司就倒闭了 所以我打算早点自立门户 创业搞自媒体 几天后 婆婆和小姑子终于出院 我也终于确定好了 我要拍的内容 租房去世和怒对恶婆婆日常 说干就干 我把家里除了卧室 厕所 几乎都装了摄像头 一来是防止那两个人趁机报复 二来也是积累素材 但是让我没想到的是 刚回家第一天 婆婆就开始作妖了 洛芳柔 我今天要吃八菜一汤 还要给我和小敏 炖一锅老母鸡汤 还要献杀的那种老母鸡 我死老太婆 刚回家 我累得半死 你就让我给你做八菜一汤 还要献杀的老母鸡 我看你像老母鸡 等到中午吃饭的时候 我给他们一人泡了一碗泡面 还是我喜欢吃的老痰酸菜 嫂子 今天不是吃八菜一汤吗 你怎么就给我吃这个 泡面一点营养也没有 我倒是无所谓 关键是妈的身体吃不消 小姑子看向我婆婆 一副为她好的神情 是吗 我看泡面营养得很 当年我刚生完松松的时候 你不也是给我泡了一碗泡面 现在松松长得这么高 这么壮 不是也挺好的 要想孩子长得壮 就得多吃泡面 反正我今天就做泡面了 爱吃不吃 不吃滚蛋 我撂下这句话就进房间写文案去了 重活一世 还想让我给你们端吃端喝 当牛坐马 做梦去吧 想到当年我怀孕坐月子的时候 给我做的就是红烧牛肉面 而且让我连着让我吃了一个星期 现在想起来 我没给你们下毒 就是我功德无量了 就这样 我连着给他们吃了一个星期的泡面 他们从一开始的抗拒讽刺 到被迫接受 然后到现在的委婉讨好 看吧 只要你立起来了 周围的人都是好人 就这样 我账号也慢慢做起来了 粉丝也从一开始的灵淡 变成可以直播带货的大博主了 婆婆的肚子也渐渐大了起来 小姑子也在我的强烈要求下 出去找了份工作 等账号做起来了 我开始旁敲侧击 松松到底被公共藏在了哪里 就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 刘林发了一条朋友圈 我打开了一看 哦呼 应该是忘记屏蔽我了 是一张女婴的照片 并配文 我最爱的女人今天辛苦了 我的小公主出生了 比心比心 我以为我会生气 但是我仅仅是平静地 把手机摔在一旁 直到我朋友给我发消息 小柔 没想到你婆婆怀孕 已经够炸裂了 现在你在家 还要照顾你怀孕的婆婆 还要忍受你老公在朋友圈高调晒娃 你可真能忍啊 我刚开始不以为意 但是随着朋友越来越多的关心 我终于回过未来 和这刘林 这是在恶心我呢 我说她这几天消失不见人影 原来是去医院 给人当好丈夫好爸爸去了 这我如何能忍 正好我这缺素材呢 我把这条朋友圈整理成图文剪辑 发到了网上 我在老家照顾怀孕的老婆婆 和没掌手脚的小姑子 然而老公 却在妇产医院 照顾怀孕的小三生子 作为正牌妻子的我 如何破局 后面是那张朋友圈里附带的婴儿照片 视频刚发到网上 就引起了网友的热议 真炸裂呀 儿媳妇照顾怀孕的老婆婆 和巨婴小姑子 丈夫居然在照顾怀孕的小三 这个世界也太颠了吧 就是就是 还有这件事 我怎么记得在哪里听过 是不是那个奇葩丈夫 让高薪妻子辞职回家 照顾怀孕的婆婆的女主 看到这里 我果断出面 回应了广大网友 是的 我就是那个丈夫 让我辞掉高薪工作 专门回家给怀孕的小姑子和婆婆当保姆的当事人 不是吧 这男的脑子是不是有坑 让高薪老婆去伺候自己亲妹妹 回家当保姆 陈复义 可能是我本身带来的流量 视频一开始没什么热度 但是第二天后 热度一下就冲上了热搜 等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 我的手机几乎被打爆了 后台也无数的私信 想知道我是如何破局的 当然也有几十个未接来电 其中一个叫做要和心爱的男人 长相厮守地给我发消息 你好 我是莉莉 我们可以出来谈谈吗 可以 当然可以 我倒是想知道 让琉璃魂牵梦营的白月光 到底是何方神圣 碰面的前一天 我拜托闺蜜 给我调查了这个莉莉的身份 简单几个字概括就是 青梅竹马 棒打鸳鸯 原来在我之前 琉璃和莉莉是真心相爱 但是婆婆看不上在酒吧打工的莉莉 这才被恶婆婆活生生拆散了 我同情莉莉的遭遇 但是我更加同情自己 凭什么他人的快乐 要建立在我的痛苦之中 我简单收拾了东西 带上琉璃出轨的证据 来到了咖啡厅 我到的时候 莉莉已经点好了咖啡 面无表情地坐在那等我 我开门见山 我要跟琉璃离婚了 你可以重新找回真爱了 我端起桌上的咖啡喝了两口 这咖啡真难喝呀 也不知道她一个酒吧陪酒的陪酒女 居然喜欢喝咖啡 我今天不是来说这个的 我只是想告诉你 我和琉璃并无关系 我肚子里的孩子也不是她的 请你不要在社交平台上污蔑我 莉莉一脸严肃 啪的一下 我从包里掏出闺蜜给的照片 甩在她脸上 你看看这里面的女主角是不是你 我本来都不想撕破脸的 那既然你给脸不要脸 那我不需要给你脸了 莉莉嘴唇白了白 用力地咬住嘴唇 但仍然嘴硬道 你这是给爱的 根本不是我的脸 你这是侵权 我要告你 我 我想知道琉璃是在哪里找的颠婆 这么颠 当然我也不怕事 你告我 我现在还在家照顾琉璃怀孕的老妈 要不换你来 莉莉想到那天撒泼的疯婆子 就浑身色缩了一下 我微不可查地冷笑了两声 这点段位还敢当小三 也不知道是不是梁静如给你的勇气 就在我想继续说什么的时候 她突然从包里拿出一张照片 递给我眼前 我瞳孔骤然一缩 你怎么有我儿子的照片 这几个月来 我一直在寻找儿子松松的下落 现在你可以删除视频了吗 莉莉冷声问 告诉我儿子的下落 我就删视频 还有这照片 你从哪来的 是不是琉璃给你的 我也顾不上自己的名声了 现在儿子的性命最重要 你 莉莉指了指咖啡厅一块有水渍的地方 跪在地上给我磕三个响头 我就告诉你 莉莉抱着胸 得意洋洋 我跪你吗 我气得浑身发抖 拿起桌上滚烫的咖啡 就朝莉莉的脸上泼去 虽然儿子的性命重要 可终究是在老公和公公手里 要我跟一个破坏我家庭的外人下跪 我宁可死 啊呀 你完了 我告诉你你儿子完了 莉莉被烫得大叫 恰巧这个时候 刘琳从咖啡厅外面走进来 看到了这一幕 立马大喝道 洛芳柔你在干什么 你知不知道 莉莉还是没出月子 你就拿咖啡泼塌 你到底有没有心 我没有心 刚才他拿你儿子威胁我给他磕头 到底是谁没有心 我愤怒地回对 刘琳脸色变了变 十分心虚地道 儿子在我那儿好好的 你只要照顾我妈 把他伺候好 顺利生下孩子就行了 算你狠 你最好保证我儿子 没伤一根毫毛 但凡他身上有个口子 你妈就别想过好日子 撂下这句话 我黑着脸离开了咖啡厅 站在咖啡厅的大门 我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气 才忍住没有掉泪 尽管重活仪式 我还有些期待 琉璃能改变的 但是今天 我彻底心死了 这一次 我要拉你下地狱 我掏出手机 在网上发了一个求助帖 求助 老公当着我的面保护小三 还帮着外人 用儿子威胁给小三磕头 我该怎么办 后面还跟着刚才我偷偷录下来的视频 视频已经发出 马上就迎来了新一轮热议 网友们都在讨伐第三者和渣男 也有很多正义之事为我出主意 妹子 听姐的话 赶紧转移财产 你老公已经不爱你了 现在赶紧离婚 今天能让你给小三磕头 明天就能杀妻骗保 是啊是啊 妹子赶紧带着儿子跑吧 随着热度越来越高 我趁热打铁 又发了一条求助帖 感谢广大姐妹的支持 因为第三者手里捏着我儿子 所以 我希望广大网友能帮我找儿子 接着我把儿子的身高体貌发到了网上 帖子底下都是愿意帮我的话 我心里暖暖的 没想到素不相识的网友们 都比我家里的所谓亲人都要好 做完这些 我又给远在千里之外的爸妈打电话 一番哭诉之后 爸妈让我哥开车来接我回家 挂断电话 我知道这个婚必须要离了 儿子的抚养权我也要争取到 想到莉莉生的女儿 我有理由怀疑 这到底是不是我老公的孩子 于是我在医院上班的闺蜜打了个电话 然而下一秒 小姑子就跟我打电话 说婆婆要生了 公共联系不上 让我赶紧回家带婆婆上医院 公共联系不上 我嘴角微勾 巧得很 我倒是知道公共在哪呢 我没着急回家 我把婆婆要生的消息语音 发给了琉璃 而我则寻着记忆 来到了一家夜总会 别看我公共之前 批评我丈夫这么大意凛然 其实他就是个老不休 经常以出差的名义去一些酒吧 夜总会这种地方 眼下婆婆怀孕 她更是肆无忌惮 不知道 这次婆婆拼了一条命 在为公共生孩子 而公共却搂着别的女人寻欢作乐 不知道我婆婆是何敢想 按照前世的记忆 我果然在一家夜总会 看到了在舞池里疯狂扭动的公共 我咔嚓拍了高清图片存在手机上 做完这些 我才慢条斯理地打车来到了医院 到了医院 小姑子对我就是一顿输出 你怎么才来 你知不知道我刚才你害我被主管大骂一顿 关我屁事 我冷漠到 你 小姑子气得跳脚 别吵吵了 我肚子疼死了 刘坤那个死货怎么还没来 婆婆捂着肚子尖难道 恐怕公共今天不能来了 她现在在夜总会里 搂着别的女人跳舞呢 现在恐怕躺在哪个小姐姐的床上呢 你说什么 婆婆脸色陡然一变 随后床单上有鲜红的血液流出来 小姑子看见了 尖叫着去叫医生去了 很快的 我给婆婆签了字 她就上了手术台 没过几个小时 刘林就回来了 一回来 小姑子就扯着嗓子在手术室门口告状 哥 都是这个女人 要不是她告诉老爸出轨的事 老妈也不会这么快上手术台 都是这个女人 刘林也黑着脸看向我 我挺起腰板也看向她 怎么的 我就是故意的 故意想让她流产的 你来打我呀 我晃了晃手里的手机 刘林怒不可遏 但是也不敢真的动手打我 她知道 我现在逆袭成了一个粉丝几十万的大博主 她犹豫了几下 还是放下了手 两个小时后 医生从手术室里爆出来一个孩子 是个带把的男孩 但因为娘胎里营养不足 医生说要去住保温箱 保温箱一天二百 需要住一个月 也就意味着丈夫和小姑子要出这一笔钱 小姑子最先表示 我没钱 别看我 刘林期待似的看向我 我果断拒绝到 我没钱 最终是刘林不知道从哪里弄的钱出了 接下来 我把全部心思都放在运营账号上 还有等待闺蜜的消息 终于在一个月后 我凭借着一条视频火了 粉丝来到了二百万 我也终于接到了五位数的广告 闺蜜也给我发来了消息 说丽丽生的孩子根本就不是刘林的 丽丽之前被有钱男人包养过 所以她嫁给刘林 就是想找个老实人接盘 一个月后 公公也出差回来 我开始期待婆婆的反应了 刘坤 你个老不死的 我在家给你拼死拼活的生孩子 你居然在外面给我花天酒地 砰的一声 飞过去一个枕头 结结实实地砸在公公头上 公公也不甘示弱 耿着脖子不愿意承认 婆婆把照片甩到公公脸上 我清楚地看见公公的脸色 一步步变成猪肝色 从一开始的理直气壮 到现在像双打的茄子 这些照片都是那个贱女人给妈的 小姑子在旁边适时地转移矛盾 原来是你 原来是你干的好事 我打不死你 公公说着就要冲过来打我 我见状不对 赶紧招手叫来十个青一色的男打手 他们都是退伍回来的老兵 现在的我也算是比较有名的网络红人 配备点保镖 有备无患 你们想干什么 公公看见这几个壮如牛的保镖 有些害怕 大牛 二虎 把这个老逼灯给我打趴下 我回去给你们夹鸡腿 我躲在后面大喊道 说完 大牛 二虎就拍着手来到了公公面前 一拳就揍了下去 一时间 病房里充斥着婆婆的尖叫声 公公的求饶声 还有小姑子的谩骂声 我在外面听着 只觉得身心畅爽 下一步 我要小叔子换我的儿子 趁着他们在打架 我去找医生抱走了小叔子 医院保安很快阻止了 那个十个打兽 维持了秩序 却发现小叔子丢了 我回到家 收拾完东西 我就给刘林发消息 明天上午十点 我要看到我儿子 否则就别怪我一命抵一命 我握紧了手机 在心里默念 儿子 明天 妈就去接你 第二天十点 我带着十个打兽 来到了约定地点 刘林见到我 愿独地道 骆芳柔 我看你现在真的是越来越离谱了 竟然敢拐走我弟弟 你也不怕我报警抓你 我轻痴一声 报警 报警也是我先报警 我儿子松松呢 话音刚落 小姑子就把我儿子用力推散了几下 我儿子踉跄了几下 差点摔倒在地 刘敏 你再推一下试试 我着急地大叫 看见没有 你妈在前面呢 你赶紧去啊 说完她又用力推了我儿子一把 直接把她推倒在地上 刘敏 我实在是忍无可忍 把孩子交给身旁的大牛 冲上前就给了这刘敏一巴掌 一边打 一边道 让你推我儿子 让你推我儿子 你给我去死 刘敏想上前帮刘敏 但被二虎给阻止了 公婆也想上前 奈何一个刚生完孩子 一个昨天刚被教育做人 就这样 我酣畅淋漓打了刘敏两个小时 打得她哭爹喊娘 满地找牙 打高兴之后 我一把拽过松松 蹲下身紧紧抱在一起 两分钟后 我又仔仔细细检查了一遍 儿子身上有没有挨打的痕迹 有没有被虐待的痕迹 好在刘敏还能念及 松松是她亲儿子 没有缺她吃 也没有缺她喝 只是把她关在房间里玩玩具 儿子成功来到了身边 我丢给刘敏之前打印好的离婚协议 这是协议 麻溜得赶紧给我签字 刘敏这下彻底明白 我想干什么了 恶毒道 不签 我死都不签 签协议 让你分走我们家的财产 你想得怪美 还有 你休想带走我儿子 松松只能是我们家的毒苗 她想一把抢走我手里的松松 但我岂能让她如愿 更何况我这里还有十个打手 我拽紧儿子 一声令下 抓着她的手 把协议签了 大牛 二虎得令上前 就抓着刘敏的手按了手印 签完了协议 刘敏还想挣扎 想上前把协议抢过来 我上前一把抓过刘敏的脸 啪啪啪 就是三巴掌 上辈子的我太憋屈了 不仅时刻担心我被刘敏赶出家门 还要忍受小姑子的刁难 记得最清楚的一次 就是因为一件小事 刘敏让我当着很多人的面向 婆婆磕头认错 不磕头 就要把我和儿子赶出家门 我当时怂 含着泪也磕了 那一刻我只觉得 我碎了满地的自尊心 重生后 我暗暗发誓 今生今世 我不会为任何人磕头 也不会失去我的自尊 重活一世 最先让我磕头的 居然可恶的小三 当初他拿我儿子威胁 让我磕头的时候 我只想抽他的脸 想到这里 我拿出之前打印好的亲子鉴定 扔到刘敏脸上 你不知道吧 你最爱的人给你生的孩子 其实不是你的 莉莉不过就是个被老男人包养的贱人 而你是头上绿油油的王八龟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谁是王八龟 刘敏脸色一变 大声地咒骂 我说你 你是绿毛龟 要不是我 你在帮别人养孩子 坐在凳子上 轻飘飘地道 刘敏终于忍不住发怒了 愤怒地转过身 朝莉莉的脸上 甩了几巴掌 你个贱人 竟然给我戴绿帽子 还想让我给别人养孩子 你个贱人 莉莉似乎没想到自己的秘密被公开 慌忙解释道 没有 我没有骗你 豆豆真的是你的孩子 是个屁 这白纸黑字上面写得清清楚楚 我和豆豆并没有亲子关系 我打死你 说完就是噼里啪啦的拳头落下来 莉莉被打得抱头鼠窜 也许是母子连心 墙堡里的女鹰开始大声哭泣起来 哭什么哭 你个野种 你有什么脸哭 公公用力地踹了一脚墙堡里的女鹰 女鹰哭得更大声了 虽然这不是我的孩子 但是孩子是无辜的 我蹲下身 把她抱在怀里 小声地哄着 琉璃 你爸竟然敢打我的女儿 我跟你拼了 莉莉看见豆豆被打 愤然站起身和琉璃扭打在一起 现场一片混乱 我让大牛把松松和豆豆抱出去 然后 我也加入了战斗 最后的结果当然是 我和莉莉把琉璃按在地上打 前婆婆和前公公躺在地上半天起不来 出完了气 我和莉莉一起走出门 走出门 我和莉莉相视一笑 最后 在莉莉的帮助下 我找到了刘林出轨的证据 还有她私下里收受贿赂的证据 我把这些全都打包在一个文档 直接邮箱直达刘林上司 我也搬出了刘家 靠着在这些年积攒的积蓄 还有我靠自媒体挣来的钱 在三线城市全款买下一套房子 莉莉也决定痛改前非 找了一份简单的工作 她是养孩子 三年后 我去送孩子上学 偶然遇见了同样前来送孩子上学的莉莉 你孩子也在这上学呀 我笑着跟莉莉打招呼 这三年来 我们都在各自努力 但私下里也会有很多联系 莉莉点点头 约定送完孩子去喝点咖啡 坐在咖啡馆里 我突然感慨万千 谁能想到三年前 我和莉莉相对而作 她却用儿子威胁我给她磕头 而三年后 我和莉莉能愉快地说话 以前是我错了 居然还想让我柔姐给我磕头 现在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 我得给你磕头 莉莉倒了一杯咖啡 递给我 我笑着接过 微笑不语 我前夫现在怎么样了 我好奇地问 听说当年你举报之后 刘玲就被单位直接开除了 名声也臭了 于是为了逃避现实 跑去喝酒了 每天喝 越越喝 终于把自己喝进了ICU 成了植物人 扑吃 我被莉莉的说话方式逗乐了 然后呢 后来你前婆婆为了给儿子看病 只能卖了房子 到处捡垃圾生活 莉莉抿了一口咖啡 脑海里想到我那个养尊处优的婆婆 到处捡垃圾生活 我就想笑 果然环境改变人呐 还有呢 我那个小姑子怎么样了 我继续问 当然 你那个小姑子是最绝的 还记得你那个小叔子吗 你小姑子不想养 直接把他送人了 后来你前婆婆发现后 把你小姑子打得半死 后来找回来了 捡垃圾他都带着 看不出来呀 原来小姑子才是最大的恶人 那我前公公呢 我问 那个老不休 你前婆婆 当然是和你前公公离婚了 净身出户 莉莉想到那个差点 把他女儿送走的恶人 就恨得牙痒痒 前几天和一些小混混斗殴 被人打断了腿 现在靠讨饭为生 我满意地端起了咖啡喝了起来 看到他们过得这么惨 我也就放心了 那你呢 我忽然问她 莉莉似乎没想过我会问她 她扭捏了两下 道 我现在在海底捞做服务员 工资不是很高 但是能养活我和孩子 有没有兴趣做自媒体 我试探性地问 首先表明我不是圣母 我之所以选择帮她 是因为经过三年的蜕变 莉莉已经不是往常那个小三莉莉 而是痘痘的妈妈莉莉 柔姐 你这是要帮我吗 莉莉期待地问 我点点头 我现在缺一个在直播间活跃气氛的气氛组 工作时间比较长 但可以帮你看孩子 我可以 可以的 谢谢你 莉莉高兴地握着我的手 就这样 莉莉加入我的直播团队 经过又三年的努力 莉莉终于也能靠自己在小县城买了一套房子 我也成为千万粉丝的大博主 莉莉扮乔迁宴的那天 我和莉莉在酒桌上碰杯 互相祝福在接下来的人生里 越过越好 我们始终相信 只要脚踏实地地努力 我们都会过上想过的生活 下面我们来听第二个故事 儿子买新房 我准备五十万 购房当天 听到儿媳打电话 我立刻收钱回家 岳大爷今年五十八岁 因为儿子要全款买房 所以他把半生的积蓄 五十万元都贡献出来 打算给儿子补足剩余的房款 本来一切都谈妥了 就准备交钱了 购房当天 大爷也马不停蹄地赶到儿子家了 谁知刚要进门 无意间听到儿媳打电话 大爷心生怨恨 立刻收钱回了家 五十八岁月大爷的自述 早在几年前 儿子就嚷着要买房 当时我都准备拿钱出来了 最后还是没买成 原来儿子嫌弃分期付款压力大 想要全款买下来 可是这房价这么贵 全款买套房得多少钱啊 我连想都不敢想 儿子却很执拗 非得全款买 他把钱都存起来了 自己在外面带着儿媳 租了个很便宜的房子 凑合过日子 本以为咱几年前就能买了 谁知后来孙子出生 儿子手里的花销更大了 基本上是赚多少花多少 哪还有钱买房子呢 看见儿子这个样子 我又劝他分期付钱买个房子 他还是不同意 眼瞅着他这么大岁数了 连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都没有 还得跟媳妇在外租房住 这算怎么回事呢 就是因为没房子 儿媳跟他吵了好几次了 要是再这么下去 俩人非得离婚不可 为了儿子的幸福 我和老伴又踏上了打工之路 我在一家绿化公司找了份工作 每天做的工作很杂 很累 还得跑来跑去的 还好赚得多 又共犯 这才能长期坚持下去 老伴呢 也在附近商场找了份保洁的工作 虽然工资不高 但还能贴补家用 而且老伴会每天去垃圾桶里 捡些废品来卖 又是一笔收入 就这样苦熬了好几年 眼瞅着孙子越来越大 都快上了小学 儿子跟儿媳的感情 也出现了裂痕 整日的吵架 我看不下去了 这房子必须要买 不买是不行了 现在我跟老伴 还有儿子儿媳都在外工作 还要攒好久 眼看着房价飙升 这么搞 猴年马月能买上房啊 我又是在那苦口婆心地劝儿子 这次终于是有了效果 儿子苦恼地挠挠头 终于接受了现实 决定买个房子 但还是不想分期 我给他出主意 既然市中新的房子买不起 就去郊区买 这样我们存的钱刚好够了 儿子却不答应 他说自己和妻子的工作都在市中心 在郊区买了房 工作的事情咋整 我当时就训斥了他一顿 真要是买了房子 有了住的地方 就算是省下的房租钱 也有不少 何况在别的地方随便找个工作 在哪不能赚钱呢 被我一顿教育 儿子终于开窍了 打算在郊区那里买房 因为是第一次买房 儿子对这件事极为重视 左看看又看看 选了好几个 都觉得不满意 儿子刚开始选了个六十万的房子 差不多八十多平 挺大的 三十两厅 原本都打算选这个了 林了又被儿媳拦住 说第一次买房子 还是买大点的好 后来儿子又重新找了 选了一个总价一百二十万的房子 差不多有一百四十多平 儿子给我看构造图了 房子很大 光客厅像篮球场似的 儿子虽然高兴 我心里却犯起了嘀咕 花这么多钱买这种房子 值得吗 我的本意 还是让儿子买个六七十万的就行了 这样手里有些余钱 也好宽裕些 我估摸着 儿子手里大概有四五十万左右 我的手里呢 也有二三十万 加起来也就差不多了 可是儿子不听我的 非要买那么大的房子 我不知该怎么说了 只能另想办法 钱不够杂整 只能跟别人借了 儿子管他的朋友们借钱 连亲家公的钱都借去了一大部分 我也没闲着 特意回了趟老家 管亲朋好友借钱 这个借一点 那个借一点 总算是凑到了五十万 这时候儿子也借到了一些 加起来刚好是一百二十多万 我真觉得憋屈啊 这钱完全可以分期买房子 干嘛要借呢 我们管别人也是借 办理分期付钱也是借 干嘛不去办分期 可是儿子却有自己的想法 他说跟熟人借钱利息很低 要是办理分期 利息就得多出十几万了 我也不懂他说的到底是啥意思 总之我觉得 儿子这么做 属于是矛盾转移 本来他要是分期买了房子 那钱就是他自己还 他非得要全款买 搞得我跟老伴每天辛苦干活攒钱 那钱全给了儿子不说 还得在外面借一笔外债 就用来给儿子还钱 这样一来 儿子倒是不用分期还钱了 我跟老伴不仅得把手里的钱全交出去 还得背上一大笔债务 实在是不划算 尽管我这笔账算得清楚 却深藏心里没有跟人说 只是憋不住的时候跟老伴吐槽 这算是什么事啊 这时候老伴提醒我了 他叫我留个心眼 不要把钱全给了儿子 竟我们俩年纪都大了 我快六十岁了 老伴也五十五了 把钱全给了儿子 没钱养老不说 一以后还得过几十年还债的日子 什么时候是个头呢 我觉得老伴说得在理 还真的留下十万二十万的 给自己养老 可是那样一来 儿子买房的事情又打了水漂 他执意要买的那房子 我们不出钱 他怎么买得起 想劝他买个小房子 人家又不愿意 想来想去 我也不知道该咋整了 虽然我有心给自己留点钱 但是又不愿得罪了儿子 毕竟我们劳两口 只有这一个儿子 要是因为钱这问题 把他给得罪了的话 以后谁来管我们俩呢 要知道 钱有花完的这一天 儿子却可以养我们的老 更何况我们没退休金 不依靠儿子 晚年很难过下去 这么一想 我还是决定把钱给儿子吧 毕竟亲情是钱买不来的 以后儿子过上好日子 也不会不管我们劳两口 而且我们出了这么多的钱 等老了的时候 或许也会把我们接过去养老 想着晚年的美好日子 我竟还有些期待 内心挣扎了一番后 我还是决定 把这五十万全给儿子买房 自己就不留钱了 反正我和老伴现在还能动 再干个十年不是问题 欠下的债务呢 就能还多少还多少 要是还不了 那就让儿子还 决定后 我给儿子打了电话 问他什么时候买房 到时候我把钱送过去 儿子听我这么说 也没有表现得很兴奋 只是淡淡地告诉我 买房的那天会给我打电话的 对于儿子的反应 我还是有些失望 但也理解 毕竟这就是父母和子女的区别 我们这些做父母的 为他们付出再多 也像理所应当一样 我也没多想 手里捏着这些钱 继续努力工作 从现在开始 我就得盘算着还钱了 先把借钱少的人家还上 借得多的 也该一点点还 我给自己定了个计划 等到六十五岁之前 争取把所有的债务全还完 没多久 儿子就给我打电话了 让我上午找时间过来 下午要交钱了 那天我跟兴奋 也很高兴 想着儿子终于买房了 便把有五十万的卡 放进钱包里 小心翼翼地揣着过去了 本来应该直接去买房那地方的 可是儿子叫我先回家找儿媳会合 到时候一起过去 我也就先去了儿子家里 亮亮呛呛地爬了六楼 到了儿子家门口 却发现他忘记关门了 门是虚掩着的 我捏手捏脚地进去 偶然听见儿媳在卧室跟人打电话 我走到沙发上坐着 想等着儿媳打完电话 儿媳的卧室门也没关 他嗓门又大 打电话的声音特别响 听着听着 我突然觉得不对劲了 仿佛听到了儿媳跟娘家人聊天 儿媳在那喊 没事 等房子买好了 你们俩赶紧住进来 要不然我公公婆婆先入围主怎么办 我这心里咯噔一下 但还是悄咪咪地听着 儿媳继续喊 哎呀放心吧 我跟我老公说了 她也不想让公婆住进来 他们俩不爱卫生 还是请你们过来 听到这里 我大概是明白了 儿媳的意思是 买好了新房 要把亲家两口子接过来 免得我跟老伴住进去 更让我寒心的是 儿媳说的那句 我老公同意的 这句话 合着我跟老伴辛辛苦苦赚钱 给他们买房子 到头来是成了冤大头啊 我怒火中烧 决定收钱回家 临走前 我还狠狠地把门给关上了 大踏步下了楼梯 我太生气了 都不知道该怎么说儿子好 回家后 我把真相一五一十地跟老伴说了 老伴也很生气 当晚儿子给我打电话 问我怎么回去了 我马上对他一顿痛批 他自知理亏 没有说话 我太寒心了 这算什么事 我辛辛苦苦凭力气赚钱 怎么就不干净了 还要把我撵出去 把亲家迎进来 真是太不像话了 过去终将会过去 但故事已然成故事 您的点赞和订阅 就是我更新的动力 期待您给出任何建议 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